诊所建筑里里外外被震得残破 病患只能在空地里就地诊疗 一名30岁的马来西亚游客 在整理行李准备回国时 来不及逃出在地震中罹难 超过1000间住家被震垮 不少人在空地用木头和棚布 先搭起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当地时间清晨发生的强震 许多人在睡梦中被咬醒 全都跑到街上 龙木岛位在巴黎岛的东方 相隔约100公里 镇央位在陆地 灾情最严重的 是龙木岛北部的萨姆巴伦地区 全岛最高峰林甲尼火山是登山热点 两名西班牙登山客和导游形容 落实像下雨一样崩落 山崩之后关闭 主阵之后又出现了超过上百次的余震 最大规模5.7 灾民流落街头 过了灾后的第一夜 大新闻许书妹编译 中文字幕彷役 中文字幕彷役